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接下來我第二位帥哥美女 好辣你喜歡 揭開看診三部曲 今天好辣醫師團要來告訴你 看診會遇到哪些狀況 而拒絕看診 一步步丟掉健康呢 好辣軍團們 又碰到哪些荒唐原因 不敢看診呢 對 今天來探討的就是 有時候民眾在看醫師的時候 他也不一定會配合醫師 是 當然有很多引擎不談的 對 那指單方面嗎 不見得 有時候醫師 他也不太願意講你的事情 因為覺得很複雜 可能就轉診了 這個今天看看診三部曲 當心一步一步會把命送掉 注意了 好嚴重喔 來 第二位請看 問題太尷尬 病患不敢開口難為情 這個一般大概說是 婦科比較多 對... 因為我之前去 我之前就是你有 頭髮白掉 然後我先頭髮白 那以為我男一騎士嗎 然後我下面跟著白 然後我... 什麼 你腳也變白 什麼 有一些毛都變白了 然後我去看醫生 我就想說 這西醫要掛哪一顆啊 有什麼毛髮 毛髮 也沒有毛髮 對 然後我就只能去看中醫 然後去看中醫的時候 是一個男醫師 也是年輕的 然後醫生就說 你有什麼疾病 有什麼問題嗎 然後我一看到他 我就... 為什麼提起說 女生除了婦科之外 還有因為香港腳也不敢講 還是說痔瘡不敢講 痔瘡會有一點點害羞 對... 太隱密了 是不是 除了婦科那當然不用講 毛髮指甲是看皮婦科 對 其實我們聖誕科很少遇到 因為都是阿公阿嬤嘛 阿公阿嬤其實什麼大風大浪都看過了 不會有什麼尷尬問不出來 可是我也有一些病人 是很年輕的 就是那些慢性腎絲球員 很多女生 她有一些 她們會合併一些蛋白尿 那蛋白尿這個蛋白尿 治也治不好 但是我們都是控制她的蛋白尿 那天就是有一個漂亮的女生 她平常控制的都很好 那突然蛋白尿本來只有一架 就突然變到三架 就變得很嚴重 那腎絲球的那個過濾率也開始往下掉 那我就開始說 你有沒有感冒 你最近有沒有感冒 你最近有沒有吃到不對的一些保健食品 飲食習慣什麼生活習慣改變 她都說沒有都沒有都沒有 那沒有的話 那我就改了一些把藥調重 然後叫它一個月之後再來回來 蛋白尿還是很多 好像沒有改善 那我就開始問她 你有沒有感冒 有沒有過敏頭痛啊 有沒有什麼壓力大什麼 可是她都說 她都說沒有 然後那個那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那為什麼莫名其妙 就會突然蛋白尿跑出來 那可是她突然預言又說 可是洪醫師 她應該知道答案 可是她不好意思講 那我就說 沒關係一定要講 那她就說 洪醫師我問你 那個性愛過於頻繁 會不會引起蛋白尿 是很頻繁的那種頻繁 性愛過於頻繁 但我也很好奇 到底頻繁到什麼程度 對啊 你說大概一幾次 她說她最近交了一個新的男朋友 那男朋友那個慾望很強 大概 一天要四五次 那我說四五次 是整天加起來 是一個晚上四五次 你問得很細耶 對啊 我都好奇 這個有差 一天四五次 跟一個晚上四五次 一個晚上四五次 她絕對是失眠 你知道嗎 我們腎臟 腎臟的那個衰退 最怕就是熬夜 只要要熬夜 隔天那個蛋白尿就會跑出來 那她跟我講說 當然這我後來發現 其實並不是那個 性愛過於頻繁造成她 而是失眠 因為晚上幾乎 沒什麼睡覺 那但是這個問題怎麼辦 你又不能跟她講說 換男朋友或什麼嗎 那後來一個月之後 她再回來 那個蛋白尿就改散了 就問她說 你做了什麼改變 我當然會擔心說 她是不是跟男朋友分手 什麼 她說她男朋友出差去大陸了 那這個 但是我這邊在呼籲 因為我們常常中醫 那個腎虧 跟腎臟常常都搞在一起 其實我們講 腎虧常常講說 好像是那個什麼性生活 過於頻繁 你就會腎虧 在我們西醫的概念裡面 其實你即使有慢性腎衰竭 有蛋白尿 你還是可以過一個 正常的性生活 但是就不要 不要弄到熬夜 那個體力過勞 其實正常性生活 其實對於我們的腎臟衰竭 並不會影響的 她如果改 早一點 早一點 睡吧 睡 她要改四五次 就差不進去時間 就一些小女生 她們真的有時候會很害羞 那一個國中生 十三歲的小女生 被她媽媽帶進來 我就先問那個 因為小女生坐在椅子上 我說 妹妹妳怎麼了嗎 她就說 我這個有一點不舒服 我問她說 怎樣不舒服嗎 她就說 就是有一點不舒服 就一人一人 就很緊張的樣子 她媽媽就在旁邊 有點聽不下去 就說 妳就說妳長東西 妳不是跟我說妳長東西嗎 要給醫生看嗎 這邊啊 這邊啊 媽媽就一直這邊 我說好啊 那妳躺上去整聊的床 讓我看一下 她躺上去的衣服就脫下來 脫也是脫得很慢嘛 媽媽就站在旁邊看 這樣監督 我不想要是在監督我 還是監督這樣 所以我們就出去看 我說沒有摸到東西啊 她說 又好像在這邊 我又看著摸摸 我想說奇怪了 連你自己哪邊長東西 都搞不清楚嗎 一下摸左邊 一下摸右邊 可是我兩邊摸完之後 我都覺得沒事啊 我就跟那個媽媽講 我就又跟那個妹妹講 我說 妳不要緊張啦 在妳這個年紀 乳房正在生長的時候 有時候本來就會陰陰邦邦的 你不要緊張 常常都不是 她就說 可是… 就一直在那邊可視… 我說好 沒關係 如果你會擔心的話 不然妳等我看完整 我下午幫妳自己掃著超音波 我幫妳看一下 下午的時候就輪到那個妹妹 進來的時候 媽媽又很緊張 一下就站在旁邊站著幫妳看 看我媽媽做超音波 我說做… 一定都沒事 我開始跟妹妹講 我就說 妳看…人家看都沒事啊 我要叫她看那個畫面 妳看她都沒事啊 妳不要緊張… 她說可是… 可是我說到底哪裡是很不舒服 那時候她媽媽的手機就響 她就去外面接一下電話 妹妹本來跟我講話都口急的 她媽媽一出去 口落全合耶 她說馬上就說 醫生…我跟你講 我那個左邊的乳房 那個乳頭 妳有沒有覺得跟右邊的乳頭 顏色不一樣 我一直覺得我左邊的乳頭比較黑 妳可不可以幫我看一下 到底有沒有什麼問題啊 我說妳剛才那時候 是不是誤誤誤誤誤 妳就想講這個是不是 她說對啊 我媽在我都不敢講 妳幫我看一下這個乳頭 這個顏色到底對不對 我講到就很開 你知道我媽媽說 後來仔細我去外面看 我說原來她左邊的乳頭 是有一點濕疹而已 其實你長期發炎的時候 你那黑色素的那個 就會增加了 增加的時候就會有點變黑 其實我真的講真的 有時候大家不要就是 講到乳房的問題 不要太那個匯集求意 因為我們之前就有個 二十幾歲那個女性 她竟然搞到 以來三級才過來找我們 可是她找到發現問題好久了 她在找我的時候 就是左邊的乳房 整個都紅紅的嘛 然後乳頭整個凹進去 我就問她講說 我就說妳在多久了 她說半年多了 我說妳怎麼沒有早點來看我們 她說一開始沒有這樣 紅紅硬邦邦的 我說那一開始是怎麼樣 所以一開始就是 我說妳乳頭縮下去 她怎麼不來找我們 她說乳頭縮下去要看醫生 而且我怎麼跟醫生講 我說我乳頭凹進去 這不是很奇怪嗎 事實上有些乳癌 如果剛好長在乳頭底下 它會把乳頭是 所以我說妳的乳頭 突然凹下去 妳真的要小心一點點 這像徵兆耶 對 這是一個徵兆 因為乳癌長在底下 會幫妳那個乳頭往下拉 所以如果但是 如果是從小就凹進去 那沒關係啦 我說妳突然間凹下去的 還是趕快來看醫生啦 對 妳們女生如果說 自己這樣拍完照片 給醫師看 會不會比較不好 會好一點 不會 都還是很尷尬 對 會說 沒有啦 妳就是來看病 妳就講妳自己的 沒有啦 我會覺得就不要看 就是不要拍啊 就直接去看 因為妳她還是要處理 我給她看照片 她還是要摸 那她就看本人就好了 對啊 拍照一個很大的好處是說 我對的她的照片 是一週前 跟現在的機器 比較 我覺得她的發展時就對了 對 改善 對 改善或者是 就是不要拍到臉啦 對… 而且這個不要拍到臉 不要在工作場合 滑一滑 突然滑出來了 那也有啦 當然妳拍那個人 人家看到妳也不知道 是朋友嗎 神經病找那個照片 只要看臉就好 妳怎麼會知道誰呢 對 對啊 好 那我要分享的是 我在急診時候實習的一個個案 它很特別 它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男生 她就來 她就說 醫師 我肚子很脹 脹了三四天大不出便 我要要一點軟便藥這樣 我就說 我幫妳排個腹部X光 看一下到底是什麼樣的狀況 有沒有機大便這樣 她說 不用…就很簡單嗎 我就幾天沒大便 妳就開一點軟便藥給我 我在家有試過灌場 那些都出不來 妳就幫我開一點軟便藥就好 怎樣她都不肯做檢查 求救 求救學長 我說學長… 這病人她不肯檢查 妳幫我看一下這樣子 學長就在那邊 跟她盧啊盧啊 講很久 就說妳一定要照那個X光 不然的話我們沒辦法幫妳開藥 好說歹說 總算肯去照X光 一照回來 我們看那個片子 一個燈泡在肚子裡 一個燈泡喔 對 燈泡 在肚子 可以看到那個… 對 可以看到那個燈泡外觀 跟那個尾巴是進去的 可以看到那個燈泡 衝屁股進去啊 那一定啊 你不能嘴巴 嘴巴塞不進去啊 對 真的 所以就… 我們就開開那個影像 給她看說 那個有個異物在裡面 然後她才不好意思跟我們講說 她想說 對… 對 進去 然後我們就說 妳這很危險啊 因為如果是燈泡 如果玻璃破掉的話 那妳這樣會有生命危險 是打燈泡嗎 不是的 很嚇壞 一般的燈泡 那種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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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模型 這模型 我想知道是它是 它是那個玻璃的那邊 進去還是下面的那邊 你說這麼吸幹嘛 因為我覺得 沒有破就很神奇啊 一定是那個往前 她是一樣想進去 碰到腸子看會不會開燈啊 為什麼 對… 為什麼要擠進去 玻璃不會破啊 如果妳有技巧 前面塗一點潤滑油 其實妳可以塞燈泡油去 沒有 最後一次 牙刷牙膏都塞進去過了 現在那種燈泡是螺旋的 它就很像它鎖螺絲那樣 你可以慢慢轉 慢慢轉 常常在叫自己忘燈泡 你們在討論什麼 你們 江醫師這麼多人偶像 大家回去這樣 江醫師說的我們轉 你以為情茶室喔 對啊 千萬不可以做 千萬不可以 真的 我也想做 我懷孕的時候 我就突然就發現 出血 然後那時候大概 只不過懷孕四個月 然後我就很緊張 就要跑去急診 可是因為我平常 看的那個醫生 那天就不在 然後呢 我就去了那個急診室的時候 就是一個我沒有看過的醫生 然後他也是那種 可能是菜鳥吧 然後結果我後來 過去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說 我剛才症狀怎麼樣 然後我那個鮮血流得怎麼樣 就是很緊張 就是想確認說 寶寶沒有怎麼樣這樣 然後他就說 OK 我先做一下內診 然後他做完內診之後 檢查過 他就跟我講說 看來是寶寶沒事 然後你的子宮也都沒事 然後其實一切都還OK 然後我就說 那到底為什麼出血呢 他就說 這個喔 對 然後他就開始自知乎乎了 我說怎麼了 他就說 其實我希望你就是最近 盡量不要做太多 激烈撞擊的運動 然後我就說 什麼是激烈撞擊 因為我實在是太想要 知道他到底什麼意思 雖然我知道他的意思是什麼 不會 你要說 你太想要 不是 你知道 因為有時候你就會 懷疑自己說 我是不是可能想得太髒了 他是不是不再講這個 我就想跟他確認說 那你到底是什麼意思 他就說 就是你跟你老公呢 最近就是 我說 所以就是 是因為這個樣子的關係嗎 他就說 對 因為我真的看不到 其他的原因 你為什麼會流血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 你的 我都沒有尷尬 你就在那邊尷尬 就是這個狀況 那個不是什麼 黃體素撞破嗎 對 不一定 如果是產科 就是在懷孕期間 那有的時候 因為懷孕的時候 那所以確實 不管是發炎 或者是說在性交的時候 碰觸到 就會比較容易 流一些心 對 可是我通常 碰到的都是講說 因為當他們講 刑房的時候 就覺得好古人的說法 是 但是激烈狀態師 我們不會這樣講 我們講 妳聽不懂蹲輪 妳正要去念書 那我今天要分享一個 就是一個美魔女的一個case 那其實這個四十幾歲的美魔女 其實是十幾年來一個 就是一個老病人 因為她大概每一兩個月 都會來定期做一些醫美 保養的一些治療 那有一段時間 她每一兩個月來的時候 都會覺得 怎麼都眉頭深鎖 而且情緒有點焦躁 就不耐煩 然後有一次她來的時候 就忍不住了 她說 那個劉主任 妳能不能請你們護士出去 我有一些私密的疾病 想要跟你討論一下 那我說好 那我們就清場 那她就跟我說 她最近都覺得 夫妻的生活之後 就是剛剛 瓜哥講的蹲輪之後 會覺得很疼 然後疼痛之後 她都開始都覺得 會拒絕這個 蹲輪這個行為 那造成她夫妻的感情就不好 然後她的老公都覺得說 是不是這樣子 是我們 妳是不是有其他的愛人 或者是說 沒有其他的問題 所以造成她的一個 生活品質下降 就很不開心 那後來其實 我就幫她安排一些影像學 還有內診 抽血檢查 那其實她 那她都很驚訝 因為她覺得說她不能接受 她雖然是幾歲了 可是還是有月經 而且她的外表 也是維持得非常年輕 我說其實妳這個就是 更年期的一個症狀 她有可能造成一些 像心血管的 大汗 或是精神方面的 失眠 或是 但最常來我們皮膚科 就整的 就是一些像 陰道的萎縮乾燥 或是皮膚的一些退化 或是乾燥造成一些濕疹 然後其實 一般人有一個錯誤的誤解 就是說 更年期好像一定是 停經之後才是更年期 那其實不是這樣子的 我們在停經前 大概五到七年的時候 我們的荷爾蒙 會有一點波動 那時候就有一些症狀 開始出來了 所以這時候都可以開始做一些 預防性的保養 那後來我們就幫她做了一些 例如說口服一些 植物性天然的 荷爾蒙的一些雌激素 然後還有做外部的一些 陰道的一些保養 那後來她就跟我說 好像做了這些治療之後 他們的夫妻生活 比之前更好 就年輕的時候更好 我這邊分享的是一個 大概二十多歲的阿兵哥 最近整間來的時候 我就看到她臉上 有幾個字她說我說 那你是想要點字嗎 她說對 但是她說 我要點的不是在臉上 然後我說那長在哪裡 她就有點說 醫生我們要不要去 簾子的後面看一下 對 我就想大概知道 應該是在 可是那個地方看不到 為什麼要點 對啊 換我們進去 整間那個簾子的後面 幫她看一下 就是剛好長在那個 陰囊跟屬西部的交界的地方 好痛喔 所以她穿褲子在 粗糙或行軍的時候 就會摩擦到 是耶 是 它凸起來的 然後凸起來的 帶有長毛的 一般來講 有長毛的 像這一種的字 就像以前師爺的 對… 師爺 對啊 但它那個字就是 有凸起來的 所以這種情況來講 一般如果說用雷射 或者用其他點的方式 去把它除掉的話 是點不掉的 因為它的深度是比較深 那是不是像割脂肪流 所以就是要把它用 切除的方式把它除掉 常常像這種 長在陰囊私密處 或者長在腳底的字 也許很多人說 那個是富貴字 或什麼帝王字 但其實這種 長在這些地方的字 常常會有一些 病變 比如說像 那後來這個阿兵哥 還好它的字切除 我們送病理化驗之後 它還算是一種良性 但是 是算早期的 對 就拿掉就沒事了 切掉還會再長 不會吧 你只要把它的安全範圍 把它切除得乾淨 就不會再長 那它這樣子小時候就有 還是後天長 它是說小時候就有 但是因為當兵以後 開始慢慢摩擦 對 因為它那是凸起來的 就算長在臉上好了 如果說它是平整的 沒有凸起來 或者是長毛 基本上是雷射 或者用一些那個 液胎蛋都可以點掉 但如果長毛或凸起來 通常深度比較深 對 很多人臉上 其實有長這個 但是不一定有長毛 對啊 為什麼都是那一根毛呢 就表示說 它剛好毛囊就是在那個 在那隻的中間 我們毛囊就是有 黑色素細胞 我們要分享一個 大概是50歲的一個男性 它就來我的診間 然後來我的診間 就說它要驗精 那這也不稀奇 只是電腦報告一看 發現它10年前其實 在我們這邊 就已經做過結紮手術了 然後驗出來精蟲 在10年前做完我們 做完結紮一定會 驗一次精 看手術有沒有成功 然後手術有成功 精蟲數是零了 它隔了10年 突然跑來跟我說 它要驗精 我就很好奇 我說那你什麼原因 要驗精 它這次就不願意講 就我不要 沒有 我就是要驗精 就對了 好 那就反正 那個沒什麼傷害的 我就讓它去驗精 驗精回來看報告的時候 他就看起來就是很生氣 很錯愕 然後就是很不開心 這次我就問他了 你什麼原因你要告訴我 你為什麼突然要回來驗精 他說他老婆最近 對 這個不是不可能 就是說第一個我們 結紮成功率很高 但是在結紮完都順利 都成功之後 有萬分之二點五的機會 在五年 十年 二十年 不知道為什麼會自己 接回去 可是你現在驗都沒有精神 對 然後所以他 真的 真的 不是 你想要 你想要幫他圓 都不然圓 對 我想要幫他圓 想要幫他的 他都來不及聽我講 他很生氣 就帶著一股烏雲 或是就離開我整間 實際上我還是要跟他講說 說不定他現在剛好 在看電視的時候跟他講 也難說 因為有時候也有 過去有經驗是說 他間歇性不小心 一兩隻跑出來 那剛好那一兩隻 就衝進去 對 所以沒有一定是說 他太太有什麼問題 但如果以數據 或機率的狀況來講 的確如果十年前驗是零 十年後驗又是零 太太又懷孕 太太真的有問題 對 這好像被壓在這麼說 對醫師 的確是好醫師 他還想盡辦法 可能有偷溜一兩隻出來 對 那這個最後關卡 就是驗DNA的嗎 對 對 可能最準 驗DNA會很準 對 你這樣講完回去 他也是 反正就先不要發脾氣 不驗DNA就好了 對 搞不好驗的是一樣的 就可能真的跑出幾十分 對啊 像那個 偽心的報道 對 小朋友取名 可以叫做 天賜 天賜 來 我們看下面 病患情況太複雜 醫師頭痛不想看 是 我記得我剛剛開業沒幾年 我接到另外一個洗腎室的醫師 打電話說 彭醫師你那邊還沒有空床 他要轉一個七十幾歲的老太太 過來我這邊 那來之後 實際上是他先生主動要求 要到我這邊洗的 他就說他太太洗腎 有很多的狀況 要換一個地方洗看 會不會比較沒有狀況 那我一開始洗腎 我一個禮拜我大概知道 什麼狀況 他在打針的時候 那個我覺得太太應該有一點 大腦退化的阿滋海默症 那加上尿毒膏 他會有一些 那一直會覺得人家要害他 那打針的時候就會在那邊慘叫 那他還會帶一個那個佛金 在那邊放那個 然後 對 那有時候眼神 他會突然定在一個地方之後 他看到什麼髒東西 那會嚇到那個 左靈右色 對 那可是這個事實上 我們都可理解嘛 就想說去看一下那個神經內科 開個藥就好 那直到有一件事 我護理人員也嚇到 他自己 就是他洗腎那個流速 一分鐘是那個250CC的血 這樣在循環 因為他拔針會噴血 一分鐘噴250CC的血 那個是很恐怖 然後那個病人也會 休克會死 那如果拔的是另外一邊 可能空氣會跑進去 所以都很危險 那我就跟他先生講說 因為太太會拔針 可能要一個人陪他來洗腎 那先生來之後 我又發現 那個 又有另外一個狀況 開始我病人就跟我反應說 洪醫師 你們那邊有家屬 在有跟我 破綻失業 我 我就 後來我就跟護理人 那一位先生 那我就跟護理長說 要警告所有的病人 就是說 那我也跟那個先生講說 這裡是洗腎 是你不能做這樣推銷行為 可是後來司機跟我說 他是私下 私底下還是一直在推銷 對 那我正在煩惱說怎麼辦 我總不能請他離開吧 這個是很難說出口的 那結果他有一天 他跟我說洪醫師 我覺得我們 我太太來來這邊洗腎 我想到 另外一家私立醫院去 然後我心裡覺得 我已經走 落敵了 後來他真的轉過去 這個才叫天賜 對 他真的轉過去了 後來我有一個病人 去那家私立醫院 那個開刀 在那邊洗腎 他回來就跟我講 那個先生真的在那裡 對 我有一次是發燒 然後那時候我就是 先發燒一個禮拜以後 我就去看 我以為是流感 我就去看醫生 然後拿了退燒藥 那那時候就是 吃了退燒藥就沒事 可是沒吃就一定會燒 那晚上是 後來我就想說 好 我再去看中醫 然後那醫生就說 我可能是 他也開了中藥給我 好 結果呢 一直持續大概 一個多禮拜以後 我已經開始有 我那時候想說 是不是是流感 結果有一天是 整個人流汗 然後全身痠痛 痛到不行 我就去掛急診 然後那一天 我就在急診過夜 就也是打電梯 也是吃了退燒藥 然後第二天 我看到嘉義科醫師 我說 是不是流感 他說你不用緊張… 你先跟我講 你的症狀是怎麼樣 我說我就是 這裡邊 這邊會痛 然後我就覺得很累 我那天做完重訓以後 回去我整個人就是覺得 然後他就說 你身體有一個發炎的狀況 我說對 而且我去看中醫的時候 他跟我說我腎不好 然後那個嘉義師說 好 那我幫你轉腎臟科看看 他說你先不用緊張 你就現在再等 我再幫你轉腎臟科 然後我就再轉到腎臟科 結果那個腎臟科醫師看看說 好啦 我幫你做健康檢查 然後就開始做一連串 就是那個驗血 然後X光 斷層上有沒有 核磁共振什麼 然後再等兩個工作天 然後再回去醫院看報告 就你知道是什麼嗎 不是流感 是 因為我很喜歡咬指甲 然後因為咬指甲 通常咬指甲 不是你們想的那樣 一直咬咬 咬到斷 它其實是有個訣竅 就是你大概一個 咬指甲 你就準備要出本書 咬指甲 就是你大概其實 不用全部咬完 你知道大概咬到 大概八分長的時候 最後的那個 那一小段對不對 是用絲的 對 用摳的 對... 然後一拉的時候 其實它根部是用拔的 所以它根部一把的時候 常常指甲的最邊邊角角 會有一個小傷口 會有一個破皮 就是那個小傷口 我可能咬到 不管哪一根指甲的時候 咬的時候細菌 有一個叫什麼氏病菌 它就從那個小傷口進去 然後那氏病菌 進到你的身體以後 它就是全身在跑 你不知道它會跑到哪裡 那為什麼我說我全身痠痛 因為它跑到我的淋巴 那那時候我去看醫生說 其實我的手已經是腫起來了 就我這一塊都腫起來 就淋巴在這裡 然後那醫生還說 你算幸運 因為它沒有跑到你的血液裡面 因為如果它跑到你的血液 血液流到心臟的話 那你現在就不是只是這樣而已 然後我說 結果後來我就住院 因為它要開始幫我注射抗生素 然後我就在醫院住了四天以後 出去還要再吃一個多禮拜的抗生素 就是一直吃到 這麼嚴重嗎 吃到那個細菌整個排掉 而且你可以看到 我那時候的手本來是 然後到後來就是慢慢消消消 但還有這邊還沒退 就是我是到整個手腫的部分 都退掉以後才出院 然後繼續吃口服抗生素 這很嚴重 之前就有一個三十幾歲的女生 她剛好最近常常都會肚子痛 剛好他們公司就排一個健檢 這公司健檢照出來 就發現她有檢協石 然後她因為那邊有 健檢有專門的醫生幫她解說 就說你剛好有檢協石 譬如說肚子痛的話 那你可能要去大醫院的外科看一下 搞不好這檢協石是需要處理的 她就跑到我們醫院掛了一個 很資深的組織醫師 排進去的時候就拿那個健檢報告 給那個主席醫師看 那主席就說 你這個石頭還滿大顆的 你會不會痛啊 她說會 就常常會慢慢的 她說那應該要開刀 那個小姐就說 那請問現在都怎麼開 我們都用副槍鏡開 她現在就問說 那請問一下 成功率是多少 她說成功率 按照這樣 如果你沒有什麼特別的發炎 或是肚子沒開過刀 一般我們的成功率就是 百分之九十以上 幾乎都可以 她說那我之前有子宮內膜異味 裡面會沾黏 那這樣子成功率會下降多少 下降多少 這個 這個很難講 她說有沒有一個數字可以給我 我說這個 那個組織醫師說 沒有什麼數字可以給你 因為還是要 我也不曉得裡面黏得多厲害 她就說 這樣子喔 那我跟你講一下 我之前還有一次 在跑步的時候跌倒 撞到那個肝臟有點破裂 這樣會不會倒成沾 她說會 她說那這樣兩個加起來 我成功率現在變多少 她組織醫師說 這個成功率這樣子 我沒有辦法告訴你 這個還是很難講 那這個 她說那沒有辦法速前就檢查出來說 我到底可不可以用附鏡鏡這樣開嗎 她說沒有耶 都是開進去才知道 她說這樣子你們做醫生好像 你是為了很大爽 她說醫生 我有高血壓 這樣子我開刀會不會比較危險 她說一般不會 因為我們高血壓 都會叫你控制好才來開刀 她說可是那我這樣開刀一半 突然爆血管的區域是多少 她說不會啦 因為我們裡面都有 都有麻醉科醫師 我們都會監測那個血壓 所以你說是零 她說我跟妳講 我媽媽年輕的時候開刀 開個那個子宮肌瘤 開到一半 我會不會開刀 開到一半休克 休克很低 那組織醫師就覺得有點煩 她說那妳到底要不要開 她說妳可不可以給我一個 我開刀的真正 副槍鏡開下來 成功率跟死亡率 妳可不可以告訴我 5050嗎 真的妳注意一下 妳是三個月 然後妳就覺得 怎麼回答妳 她就說 那個我數學沒有那麼好 我以前 雖然我是醫學系 但是我數學是我最弱的 我幫妳轉給一個那個醫師 她數學還滿好 她就轉給我 結果她 那個主席有先跟我講那個病人 她進來的時候 她就把那個問題再問我一次 誰知道我怎麼算 我怎麼算給妳聽 我就說 其實我如果遇到這種問題 我通常會去問神 但是 但後來就覺得 我們都沒有辦法 她就不開 結果四個禮拜之後 她到急診室 她的石頭掉下來 造成 對啊 不過最後我救回來 最後還是開掉了 對 還是用副槍鏡開下來 所以我才說有些時候 就是還是要相信醫生之外 你一直這樣子逼我們 好像也沒什麼意思 那醫師就跟他講 一定成功就好了 不可能講一定成功 萬一不成功 對不對 你肚子沒有沾黏 我沒有開血 為什麼知道你沾黏得多厲害 我怎麼知道你開刀 會突然出一些 有沒有的問題 她問說她媽媽開刀 然後開刀的時候 休克會不會遺傳給她 我想說這到底什麼東西 很... 那這個問題 問得是有夠貂的 對 就是你問太多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醫生就會 好細喔 就會採取一點點的防衛醫療 好細喔 我看你問這麼多 我們怎麼回事 對 那她有碰到醫師說 對 要不然 要不然像我這種個性 百分百成功的啊 一定成功的 會 失敗她也不見得到 因為她也看不到 如果是給她 隨便一組數字 反正都是有機率 對 大概72到28 對啊 28 72到28 你再猜一個數字 數字是窄人的 對 對 門診心外科的門診 常會遇到一些 診心診上癮的客人 那我這邊分享一個 案例大概五十幾歲的女性 她其實一進來 你就可以感覺她大概 那我就說那你有什麼問題想要問的 她說我的鼻子 在一年多前 曾經做過所謂的液體肋軟骨 就是人家捐贈的那種死人骨頭 去做過鼻子 但是在有一天 她喝酒不小心跌倒去撞到 結果鼻子好像有聽到 那別的醫生說可能是斷掉 所以這個行為下我就說 那我們先安排一個電腦斷層看一下 那果不其然 她的鼻子骨那個 人工骨頭 那個液體肋軟骨 就斷成兩結 那皮也非常薄 主治放射科的報告也打得很清楚 那這種情況我就跟她說 如果是說我們要取出來的話 大概幾率不是很大 她說為什麼 因為我說你的皮太薄 可能我們在手術的過程當中 她可能皮就傳出去就破掉了 那這種情況來講 遇到這種狀況的 大概會有兩種做法 一個就是說把這個手術 如果說你有勝算的話 我們就說這個手術比較 複達股比較高一點點 那時間可能花比較久 所以手術的費用會稍微高 費用要多收一點點 你早講就好了 高一點點 但是如果說 所以你應該滿有經驗的 但是如果說我今天 我自己沒有什麼把握 或者覺得是有成功的機率 或者出誰的機率 會比較高的話 我們就說這可能 這方面的經驗 我不是那麼足 看要不要找一個第三方的意見 去諮詢一下 對 以前那個展示所裡面 是真的人骨耶 真的人骨啊 他都已經處理好 一塊一塊處理好 一塊一塊的人骨 所以瓜哥我們去山上挖了 這個行證我就不知道了 捐證的啦 捐證的 捐證的是捐證的軟骨 今年六月的時候 我在柬埔寨的時候 我就是確認是 你登革熱喔 好嚴重 那你要不要坐過 對 對 所以我一定要先說 就是我為什麼會 在發燒第二天的時候 我就覺得OK 有可能是登革熱的原因 是因為在五年前 我老公有得過登革熱 所以他那時候拖了 大概差不多 第六天才去急診 很誇張的 所以我這一次 我就是第二天的時候 OK 好 我晚上發燒 我就是去確診 然後我在確診之後呢 我就等於是治療好 我才回來台灣的 就是那時候我老公小孩 就是完全跟我隔離 我自己這邊好好的 在那邊 自己這邊看病這樣子 然後後來回來台灣的時候 偏偏 就在第二天晚上 我女兒就突然發高燒 然後都是在晚上發高燒 然後沒有其他症狀 我就覺得慘了... 難道我已經把登革熱 傳給我女兒嗎這樣子 可是我算一算時間也不對 因為那個什麼 登革熱的應該是 好像是前十天吧 之類的 然後那個時間算來的話 應該不是 但是我又很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我就去帶她去急診 然後去急診 然後你知道那個 我女兒她雖然才三歲 但是她的那個 力氣很大 因為她有被做過那種 流感檢查 不知道那種神經病 她超怕那個 所以她只要一看到那個 醫生說好 我們來檢查一下之後 她就... 然後後來是那種 我們要是花了大概 她們有出動差不多三個人 然後我跟她把鼻 五個大人把她壓下來 然後用力這樣子把她弄了 太壯了吧 對...她真的很厲害 然後後來確認說 OK 不是流感 那不是流感之後 那個醫生就說 那我也... 說實在的我也... 她現在症狀也只有這樣 我就不知道要怎麼辦了 那妳還是回家觀察一下 好 那就後來回家觀察了 基本上接下來的十天 我就是一樣 到了晚上就會開始很擔心 她會不會發燒 因為她都是晚上發燒 然後都是發燒 都是三十九以上這樣 然後也沒有其他症狀 所以我又帶她去醫生 每一次檢查 我還懷疑說 是不是什麼 然後或者是 反正不是流感啦 然後也不是尿道嚴 反正它就是任何 有關於小孩子 會發燒的問題 全都檢查過了 去了三家不同的診所 然後去了兩次的急診 到了最後的一天 然後醫生就跟我講說 我說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要跟你說什麼 因為我檢查出來 驗尿驗血都沒事 所以你可能還是 再去問其他的醫生吧 我想說 要問其他的醫生 所以後來到了第十天之後 他最後一次發燒完了之後 就沒事了 直接好了 對 就到現在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這有多怕還是 因為我們現在 對於很多的病毒 我們是培養不出來的 我們現行上 像很多細菌 大部分都培養得出來 可是有很多病毒有沒有 不是我們常見的病毒 我們並沒有它很明確的培養方法 可是你小孩子剛好去國外 就感染一個莫名其他病毒 剛好在那邊是潛伏期 回來就發病了 對啊 所以有時候 真的是找不出來 可是他這樣也會自然好 會啊 因為人體有免疫力 很多時候你也是這樣 就好像你腸胃炎 你一定要吃藥嗎 沒有啊 你可能一個禮拜 你就自己就好了 跟這個一樣 這就是為什麼要分級醫療 這時候就是該去 醫學中心裡面的 小兒感染科 專科去看的 而不是一般的醫生 像你給我泌尿科 問他為什麼發燒 我看看他沒有泌尿道感染 我就什麼都不知道 這是真的 那這還是有幫忙 有努力的家屬 我們有遇過家屬 幫到忙的 幫得很嚴重 這個是80歲的一個男性 那他之前在做一些 石頭的一些追蹤 就發現他 而且因為是在做 其他的檢查的時候發現 所以是很早期 那80歲的男生 就有發現一個癌症 就是要開刀 幫他把腎臟的拿掉 那因為他年紀大 當然一些基本的一些高血壓 糖尿病 通通都有 可是我評估他 還是可以把這個 用腹腔鏡的方式 把腎臟拿掉 那當然大手術 我一定會說 那接下來下一次 請你把 關心的家人都一起來 我們一起來 好好討論一下 他說他本來 他就有面有染色 他說其實他決定就好 我說不行... 還是請家人來 那理由很簡單 因為如果真的手術怎麼了 他也沒有什麼跟我講的了 因為他再見了 那都是在家屬來 所以家屬一定要了解狀況 好 家屬來了 就來了大女兒 小女兒跟一個兒子 大女兒都了解狀況 因為平常就是大女兒在照顧的 小女兒感覺就沒什麼意見 然後兒子是大老遠敢來的 那兒子一來就很生氣 他就來就罵這個大女兒 就說你要害死我爸爸 我整間想說怎麼回事 為什麼要害死他 他說這個年紀很大 身體狀況不好 去開這種這麼大的手術 一定會死 那女兒就說 可是有癌症 癌症不拿掉 隔幾年也會死 然後那個兒子就說 這個一定就是 開下去就會死了 他馬上就要死了 然後我就想說 你們是當我死了嗎 我在那邊我就說 對啊 在我的診間裡面 他們就真的就吵起來了 然後就看狀況不對 後面還有病人要看 我就請他們說 到外面眼前 我把資料全部給你 就是所有數學的資料 有百分之幾的機會 有百分之幾的機會 然後要換 本來是要部分腎臟切除 要改成腎切除 然後有多少機會 可能會插管難拔 然後怎樣... 然後下禮拜做好決定 那我都給他們壓死筋 因為癌症的時間 事情還是不能夠去拖延 好 下禮拜回來了 兒子還是不滿意 兒子說 他看完了 女兒就是說不行 一定要開 然後我看又要快吵起來 我說等等... 今天不要吵架 那看來這個問題太複雜了 不是我能夠處理 我跟他說 我就列了一個很大的表 說這些醫學中心 有這些醫生 這些人也跟醫生 我都知道 我在開這些手術 那這些是我熟的 你可以去問他們 我不熟的還有這一票 這些醫院 那裡這是醫生 我也知道 你們有在開這些手術 然後就一張 寫了大概十幾二十個名字 給他們 然後給他們限定就是說 你可以去問 或你每一個都去問都沒關係 但你一定要在 一到兩個禮拜內 最好是一個禮拜內 在某個地方做好決定 或都無法決定再回來找我 一個禮拜後又出現了 然後就是把所有表上面 我有列的醫生 好多都去看了 而且還故意去找一些 我沒列的 也是看了 那回來說 好 其實你講的跟他們講的都一樣 我們現在決定可以開刀了 然後才去開 那很重要像這種的 我覺得家庭會關心 家人會關心 會提出問題 會擔心 那都是可以接受的 那不要因此而拖延 所以我都會給他們壓時間 那你去問 去問所有的人都沒關係 可是不要跑不見 或問到時間去把它拖延到 這是重要的 好 接下來我們看最後一樣 家屬消失不出現 醫師治療超困擾 那之前是有一個個案是這樣 她是一個80歲的阿嬤 阿嬤本來其實就不太會走路 常常都是坐輪椅 那那時候住院的話是肠胃痛 所以她先住肠胃科 肠胃科幫她排一個電腦斷層 肚子裡有一個瘤 懷疑是卵巢囊腫 大概六七公分 所以會診我們 然後後來他們也同意手術 所以我們就是把 卵巢囊腫拿出來 那後來是一個良性的手術 所以其實住院很快 大概三到四天就可以出院 家屬先說 好 我們看看她的恢復狀況這樣子 那到了禮拜四 禮拜四要出院 她說好 那明天再說 到禮拜四之後 家屬就不見了 要幫阿嬤辦出來 我說家屬咧 她說打電話聯絡不到 沒有辦法出院 阿嬤一個人就很可憐 就躺在那邊 我說這樣不行 我就跟護理站講說 你去打電話給家屬說 那至少她明天一定要來 我們要幫她辦出院 好 就到禮拜五 禮拜五 家屬出現了 我就說你昨天怎麼沒來 因為健保要到期了 應該要準備出院了 她說不行 醫生你怎麼這樣子 我媽阿嬤還不能走路 這樣她怎麼回家 我說不是啊 可是你本來就是坐輪椅 阿嬤本來是不能走 我是幫你操囊走 這跟腳沒有關係 她說阿嬤這樣身體還很虛 不行 真的要再住院 要再住院這樣子 不然這樣好了 你再讓她住一下 我周末把她帶回去 因為禮拜五嘛 我想說周末 周末把她帶回去 我說好啊 那我們就周末出院 她說還一愣 她說你們醫院 有些醫院 有些醫院 周末根本不能辦出院 她想要多過那個周末 對 我就跟她說 好 那我們就周末出院 她又再改口 她說不行不行 阿嬤身體就真的還不好 我說不行 你周末一定要出院 還開好了 預開出院 出院單這樣子 六日 家屬都不在 禮拜一就跟她講說 真的不行 阿嬤那個已經到期了 其實阿嬤揮育 有很好傷口都沒事 健保的時間已經到期了 如果你要再住院 就自費住院 用大絕招這樣子 就自費住院 好 聽到自費住院 她總算願意出院了 後來出院的時候 才知道為什麼 他們不肯把阿嬤帶回去 因為阿嬤住公寓 住公寓的四樓 所以他們回去 他們原本阿嬤 可以稍微攙扶這樣子 可是因為住院住久了 阿嬤其實現在真的 體重又變得比較重 他們很難上得去那個公寓 所以他們就想要 盡量拖延 盡量拖延 有一個五歲的小朋友 然後他是被媽媽的男朋友家暴 然後 然後之後就發現 他身體有一個農癢 然後他就必須住院做治療 我們兒科是規定 十八歲以下的小朋友 都要有家屬陪伴 那期間的話 就是小朋友的媽媽 都一直打電話也找不到人 然後打電話找到的就是說 他本身家裡就有問題 然後有社工介入 所以住院期間都是那個 社工幫他照顧 但是有一次他就需要手術跟書寫 就是比較輕度性的檢查 然後一樣摳媽媽 他一樣就是 最後還是社工幫他簽那個 就是 同意 對 同意書 其實我們常常會這樣子 雖然現在病人自主法 是病人自主可以決定 但是我們都會希望 家屬有在旁邊 不然臨時有緊急狀況 誰能幫我們做決定 那天那個晚上半夜 就一個被送進我們醫院的急診室 就發高燒 然後全身看起來就黃黃的 整個都黃膽 然後我們幫他做檢查的時候 就發現他的肝臟裡面的膽道 全部都脹得很厲害 所以才會黃膽 所以那個膽子都被吸回去 那我們再仔細往下看 電腦上就會看他 胰臟的頭部有個腫瘤 他快要五公分 就壓到那個膽道 他就是因為胰臟那個腫瘤 壓住膽道 所以他才黃膽 所以才膽道發炎 所以人生老神 有敗血症有點休克的樣子 來的時候是他的兒子 還有一個外勞 我們幫他塑了一點血 他血下去還滿穩定的 因為很晚 我們那時候臨時 也找不到放射科醫師 去幫他放個反射 因為他一定要做一個 引流的手術 我們就跟兒子講好說 那我們明天早上幫你做 同一書前簽 我們還跟他講說 你上去之後 你明天早上一定要載 因為我們已經跟那個 放射科醫師約好10點 早上10點要幫你放 所以你10點一定要載 好…沒問題 就早上9點多我去查房 他說 江鼠不載 有電話 你要不要打給他 我當然要 等一下10點就要送下去 沒有家屬什麼那個 打就打得很好 我說你在哪裡 你爸等一下10點要做那個 引流那個 他說沒有啊 我不能夠一直請假 我還要工作 那個昨天晚上這樣子 你臨時我怎麼請假 半夜才跟我講這件事情 我臨時怎麼請假 我沒辦法 家沒辦法過去 我說可是你爸爸要引流怎麼辦 他說我同學書不是簽了嗎 你們可以去做啊 我就跟放射科醫師講 放射科醫師說誰敢做啊 萬一那個穿字 突然穿到乾那個流血 中間有什麼狀況 你怎麼辦 我本來這樣子就要在旁邊 你說他穿到一半 突然間休戒掉 要催俱開到房 又要重簽一個同學書 誰誰幫他做 對啊 我們就說他放射科醫師 開始就不肯啊 我就跟那個家 我說你這樣一定要趕快過來 你爸現在狀況也沒有那麼好 你再不來 放射科醫師不敢做啊 他說我同學書就簽啊 就簽啊 你們就做就對了嘛 我就跟那個 我就叫那個護士來 大家做見證 他同意我們在家 就是 他已經簽同學書了 他同意我們直接去做 我說你要確定 我說我現在講話 我告訴你喔 你自己同意的喔 你同意什麼這個喔 不是 不是我們啦 你自己同意說 你已經簽完同意書了 然後你爸爸現在我們的 你沒有家屬我們去做 確認喔 確認喔 我說這中間可能出什麼意外 緊急意外我們也沒辦法 知會你我們要緊急處理 他說沒關係... 還好放就很順嘛 所以阿伯幾天之後 就開始退燒了 那問題就來了 你那個腫瘤還是要處理嘛 對 我就跟他講說 我們可能要再做一個內視鏡 穿過那個十二指腸去做個切片 去看那到底是良性還是良性 因為開法不一樣 我就說這個又是一個 侵入性的檢查 要來簽同意書 也要來陪 我就說這個 而且還是特別的醫生才能做 我們還從林口 請了一個醫生來做 跟他約了禮拜三的中午 他要來做 我就跟他兒子講說 我知道你很忙 因為我那幾天在看 他兒子從來沒有來過 我就打 我就叫外來打給他 我說我知道你很忙 但是我跟你講 你爸爸那個需要切片 禮拜三的中午要切片 所以禮拜三早上來就好 你十點來 就順便簽同意書 順便陪你爸爸去切片 那就好不好 我說這樣就 我就 我說好 就禮拜三等到十一點也沒出現 我就打電話給他 我就打電話給他兒子 他說 我說沒辦法 我就很氣 因為我已經好不容易傷情的一個醫師 要過來特別幫你做 對啊 又沒得做 他說不來啊 連同意書都沒簽 我當然不敢做 之後又在排 那個醫生已經來到 我們醫院在等了 又臉皮綠又回去 我說真的很不好意思 那可不可以下禮拜 我就跟他兒子講 我說 我又約了下禮拜 下禮拜一定要來 我兩天就跟他講一次 兩天就跟他講一次 下禮拜三 一樣是約中午 一樣沒啦 又放我一次鴿子 我再受不了 我說你這樣子 我們到底要什麼時候才有切片 你爸的病情要被突到什麼時候 而且我們醫生一直這樣叫 你覺得很好玩嗎 他說我真的很忙 幫你打給我哥 我想說 你有哥哥不會早講 對啊 為什麼 他為什麼要打給他哥 結果兩個在互對 他哥說 沒有啦 沒有啦 我爸爸的事情都是我弟在管 我不管你 對啊 他卡在那邊 我不知道怎麼辦 最後就是 覺得里長的那個重要性都出來了 後來我就去找里長 找他弟弟那個里的里長 里長就去 醫生做的這樣 他說他哥 他弟弟的公車 那沒有沒有 剛剛講 一把他一直壓過來 簽同意出 把那個切片切完 結果最後好算出來是 他只要做一個 比較簡單的繞少手勢 就解決了 所以有時候家族不來 我們醫生真的很難做事 非常難的 這種故事還滿多的 對 到底多忙 尤其現在少子話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現在不是大家都在 互相勉勵說 要把自己照顧好 不能寄忘我們下一代 沒有 如果你是獨生子 他就沒有推 對 家裡人如果三 四個 五 四 五個的 對 會頓煩 有的還在國外 根本沒有回來 他確定走了才回來 不能回來 對 要繼承 對 確定走 確定要 對 但是醫療好也這麼多 我們不要這麼黑暗面 醫療行為需要 雙向的配合 病患要誠實 敘述自己的病情 醫師才能對折下 不過治療過程也需要 家屬支持跟照顧 才能對病情有更好的幫助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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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